我慢慢后退,把袖子里的大火腿捏在手里,准备一击就跑,就在这时,杨玲站在我旁边继续说话了。 丸子,他那句话不是对我说的。 我大脑轰鸣,我有些兴奋的对大哥说,大哥,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个人,女的,穿红色校服的? 大哥眼里的杀气熄灭了,取而代之的是震惊。 范长,他说了一句, 哥们,你上报了吗? 没有,大哥又问, 你一直没跟学校说过。 我盲点头,大哥腿堂的坐在地上,滚滚热泪流下来。 我以为是我疯了,竟然能看见一个别人都看不见的人。 我们畅聊了尽孝始末,发现了我们成为清醒者的真正原因。 身边这个穿着红色校服的女生,我身边的人叫杨玲,她身边的人叫沈伯。 不同的是,她上报了教务处,被案在校医院病床上的时候,她惊恐逃窜出来。 正值七中考试期间,所以她顺利逃出。 我是因为不想变成一类和那句提醒,而没有向教务处说出杨玲存在的事情。 所以,这条班规是为了让我们失去身边的指引的女孩儿。 那么,穿红校服的女孩儿们究竟代表着什么? 为什么有了她们,我们才保持着清醒? 大哥越说越激动,仿佛找到另一个同类,证明自己并非特例,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当一个一类真的不酷,反而很痛苦。 当当当,晚上六点了,夜晚降临,坦白的灯光闪烁两下后熄灭,黑暗笼罩,整个图书馆。 霜荡,图书馆鼓起的门被墙风打开,黑暗泛起惨红色,让严肃沉闷的图书馆好似变成了诡异惊悚的坟墓。 我跟大哥躲在书架中间,静静观察着情况。 我找到你了,你是我标记的人,我会第一个找到你的。 一个冰凉的声音,冷不丁的在我耳边响起。 卧槽,哥们你害人啊。 大哥一个弹跳起步,直接干出两米远,我连回头都不敢,跟着大哥就是跑。 我一步还没迈出去,红色校服女孩就站在我面前,我觉得她好像在笑,她侧着头,用耳朵对着我,声音从她骷髅一样的身体里传出来。 加入我们啊,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 哥们,电梯能坐了,快来。 大哥还知道就我,红衣学姐只会用耳朵对着我,她是靠声音分辨方位的,我用尽全力推倒一个书架。 书架上的书开始散乱的掉在地上,果然,那个学姐开始动了,我拼命奔跑,终于跑到电梯门前。 电梯砰的一声,关上了门,可恶可恶可恶,她果然只是利益同盟者而已,一旦逃命不会顾及我的死活。 我的情绪跌落谷底,我要成为狩猎者了,电梯的响声从我身后传来,一只手牵制住了我的肩膀,我的身体在后退。 干啥呢,走啊。 大哥把我拽进电梯里,我靠着冰冷的电梯,呼呼喘气。 大哥你够一气,真的,大哥久违地笑了,拍着自己的胸脱。 必须的,咱都是哥们。 二楼到了,写红色的灯光笼罩这里,但是空无一人,我率先碰到书架,随手抄出一本书。 书上密密麻麻,只是几个字的重复,学生意欲矫正中心。 我再抄出一本书,还是这些字,大哥显然也发现了,他也不顾动静,抄出所有的书。 最终,他无力地跪在地上。 哥们,我们是真实地活着吗? 他这个问题,问猛了我。